大家好 今天是9月2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五點半新聞 卑士衛生官員今天繼續透過聲明 公布新冠疫情的最新數字 省內新增104宗確診病例 累近5952人確診 目前有1127宗病例仍未傳遇 33人需要住院 其中14人在深切治療報留醫 省內今日沒有新的疫苗報告 累近人數維持在209人 而至今有4605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非沙衛生區今天再出現 新的醫療護理設施爆發疫情 根據屬里紀念醫院昨天發給員工的 一份備忘錄表示 醫院體驗出一名病人確診之後 正式宣告爆發疫情 據消息指 醫生判定病人可能是在腎臟科感染病毒 而受影響的區域 僅限於醫院的T7.2單位 區域暫時關閉不准內進 但急症室仍然開放 另外 蘭里紀念醫院的疫情爆發也都宣告完畢 目前全有活躍個案的醫護設施 仍然有10間 省內也持續出現暴露於病毒的社區事件 溫哥華議員外醫生局今天通報 位於溫哥華市中深格蘭湖街256號的Lions MMA綜合格鬥訓練設施 被指有暴露於新冠病毒的風險 而可能暴露的日期為8月18日至28日營業時間 衛生當局日前亦都擴大了耶魯鎮Benter Room暴露於病毒的風險日期 最新的日期為8月20日至8月27日營業時間 東岸疫情方面 安省的確診人數增加至42,554人 灰省的最新數字為62,746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13萬027宗 疫苗人數方面 安省至今有2,850人死於疫症 灰省有5,764人死於疫症 全國的疫苗人數達9,173人 卓能聽力中心由李哲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新一代的助聽器透過雲端科技還可以遠程調教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e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哲蓮博士談談吧 被視疾病控制中心 更新了5班升降本省機場 而有暴露風險的航機名單 包括8月24日Flare Airlines 87月1號班機 由溫哥華往喬治王子市和愛蒙頓 8月25日加韓128號班機 由溫哥華飛往多倫多 8月26日有3班全暴露風險的航班 分別是加韓210號班機 由溫哥華飛往阿省卡加利 印韓1143號班機 由德里飛往溫哥華 細節航空3100號班機 由星約漢堡飛往卡加利 有幫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有十幾年專業經驗 一條龍服務幫你找到好租客 還提供買賣住宅及商舖服務 令你安心又放心 烈志文分店新開幕 歡迎查詢6047239991 大溫及飛沙河谷樓市持續復甦 大溫地產局公布最新的樓市數字顯示 8月房屋銷售表現持續強勁 8月賣了3,047間房屋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36.6% 比起今年7月的销售数字 就略为减少2.6% 大温8月房屋销售数量 比过去10年8月销售数字 平均高了19.9% 大温8月MLS基准流价 比起去年8月上升了5.3% 上升至103万8700元 独立屋的基准价 去到149万1300元 独立屋比起去年同期 增加了55% 成交亦都非常热落 地产局主席Koled Gerber指出 楼市的情况跟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 因为新冠病毒而无法预测 他说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令人难以预测 接下来的秋天楼市会怎样发展 菲萨河谷地产局公布了8月份房屋销售统计 8月销售了2,039间房屋 是过去20年来第二高的数字 只是比2005年的2,298间房屋低 MLS所有房屋基准价是862,400元 独立屋是101万9,600元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7% 以下是几段简讯 三个州市警局交通组扣押了一辆跑车 市警在限速80区域以时速141公里的速度行驶 市警提醒要放慢和尊重标示的速度 温哥华市警的巡邻警员昨晚发现了一部塞车经过 市警在经过警员之后突然转弯 然后停下车下车离开 警员见状也停下车观察情况 然后在等了大概一个半钟后 警员见到司机回到这辆塞车里然后就将它拘捕 在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上映的前夕 比士大学亚洲研究专家雷勤锋 完成了现传最早真人版电影《花木兰》的翻译工作 找这部在1939年在上海拍摄的老电影 配上英文字幕 这个版本的《花木兰》 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三年在上海拍摄 是粤语演员Nancy Chang的第一部普通话作品 当时在整个亚洲都非常流行 雷勤锋说 这部电影是混合了多种元素的跨界作品 包括歌曲 喜剧和爱情 他说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花木兰》曾经真实感存在过 不过他在中国文化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正通中文的雷勤锋已经教授中国电影十几年 翻译《花木兰》是他中国电影经典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还包括一本书 一个网站 和一个线上科程 明报在9月4日星期五 推出疫情福利指南特刊 集合联邦及博士省政府补助申请税资 包括最新的三项福利 CERB 商业 学生及长者补助等 为读者提供最全面的疫情福利资讯 记得9月4日星期五买明报啦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准时收睇我们530视频新闻 记得免费订阅明报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边的钟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like和share影片啦 有计划要回中国的朋友留意 由明天开始 将恢复由加拿大到北京的直飞航班 也就是说 非北京的乘客可以直达北京 不需要再分流去其他的城市 由9月3日开始 中国将先恢复加拿大 泰国 柬埔寨 巴基斯坦 希列 丹麥 奥地利 瑞典 这8个输入病例较小的国家 非北京的9个航班 中国为了严控首都输入风险 由3月23日开始 入境北京的所有国际客运航班 被分流到指定的入境点 接受检疫之后 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搭完航班入境 接至9月1日 已经有511个航班被分流 由明天开始 所有国际航班抵经之后 会全部统一降落在首都机场 T3D专区 旅客在专区内完成通关、查验、 核酸检测等工作 接着由专车转送到指定的地点 进行14日的集中医学观察 境外人员集中观察点 设置在五环以外 不过目前家航还未公布 何时开通北京直航班机的计划 相信之后 有更多的家装航班会逐渐复航 我们的生活也会逐渐回复正贵 联邦政府已经和4家药厂签订了新冠病毒疫苗合约 根据合约 上述任何一种疫苗成功完成临床测试 并获得联邦卫生部批准 加拿大将获得2000万到7600万剂的疫苗 你可能觉得加拿大才有3700几万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剂 多伦多慧仁医院传染病预防 和控制医科重监Michael Gardin就说 这4家药厂研发的疫苗在不同里面 目前还未知哪家公司研发的疫苗 最有效或者最安全 所以联邦政府脚踏几船 确保他们有合理的胜算 4家药厂里面 Norvac的疫苗生产速度最快 而且通常会产生强烈免疫反应 但是测试进度暂时是最慢 还在临床测试第一和第二阶段 温哥华明天9月3日星期四的天气预告 预测全日主要天晴 但早上可能会有霧 温度最高有22度 落陆地区更加会有27度 UV指数有7 强度属于高 晚上天晴 温度最低只有14度 现在看下香港新闻 陈彦霖的四恩聆讯 今天来到第八日 港大病理学系 资深法医马孙立 而专家证人身份作工 他今天强调 令他最不安乐 是没有资料解释给他 为什么条线是传落 因为陈彦霖的阴队样本DNA 属于他本人仍没有遭性侵的明显痕迹 解法学上没有证据证明到任何东西 成为本浪的一大疑点 马孙立又说 从新闻片段所见 陈彦霖失踪前是有着衣 而人身上的内衣服普遍贴身 没有那么容易脱 而由于陈彦霖的尸身已经腐烂 未能发现雨滴者 口鼻吐泡沫 肺部因吸水变重 和出现水性肺气肿的沙漠特点 马孙立又说 发医有时候会为死者做直组测试 即是在显微镜之下 检验肾脏和骨髓里面有没有直组 如果死者在落水时 仍然有能力呼吸 体内可能会吸入组类生物 他说这个测试的重点 在于对比验证 法医可以检催不同水位的样本 从而判断死者在哪里落水 不过这个测试 在香港还没有普及 而检催和发验海水样本 需要大量时间 所以香港没有建立样本资料库 他最后说 手上的资料显示 陈彦霖的遗体 站在水里面 但就不可肯定 是不是预力而死 2016年 因为宣誓风波 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 青年申政梁终恒 在同年11月 同友慧晶 因为宣誓风波 被拒绝进入立法会会议厅 两人涉嫌和参名助理 强行进入会议厅宣誓 5人在前年 被裁定非法集结聚成 判查4个礼拜 当时梁终恒 或将保释等候上诉 他早前向高登法院提出上诉 但是法官陈嘉迅 今天包下判辞 指出他的定罪 并没有不稳妥置处 判刑也没有过重 最终迫回上诉 梁终恒需要即时入狱 法官在判辞道说 原审裁判官裁定梁终恒 和同案的其他被告 在案发时以人数 震勢和身体压迫 和冲击保安人员的防线 以使梁终恒等人 可以进入会议室 原审裁判官肯定 梁终恒等人 当时集结在会议室 支援外的共同目的 就是要作出 扰乱秩序的行为 试图要国保安的防线 进入会议室 另外原审裁判官 也都正确裁定 梁终恒等人的共同作为 明显是相当可能 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 他们会破坏社会安宁 法官又说 即使梁终恒真诚相信 他有权进入会议室 但不代表他们 事宜冲击保安防线的行为 可以免受法律懲处 原审裁判官正确指出 即使梁终恒在案发时 仍是议员 仍然不可以免除他们 在会议厅法围里面的刑事责任 而他们的暴力行为 显然超越了合理的界线 属于非法武力 法官因此驳回 梁终恒就定罪的上诉 而在判刑方面 法官说梁终恒经审讯之后定罪 并透过律师向法庭 表示不会续任何求情 显然毫无负义 最后法官同意 原审裁判官判囚的四个礼拜 梁终恒在判决之前 在庭外表示 对今次判决没有太大信心 有即时入狱的心理准备 或一旦上诉驳回 不会申请保释 但会去上级法院再申请上诉 现在看看娱乐新闻 冯瑩今天为剧集 《反黑六云甲》宣传 预告她和剧中老爸石修会翻波 她就说 将会有很多场哭气 她都拍到很感动 来看看她有什么说 因为到后面 我们本身就是很甜蜜的父女情 可能会有些翻波 因为可能我越来越发现了更多的事之后 随时会搞到父女都要骂 然后有很多情感气 她就会有很多哭 对呀 就是会对着爸爸哭 那场戏都拍得很感动 都很触动到自己心灵 这场是 也有些网友觉得你在剧中的嘴巴很夸张 之前所说拍拍《黑六云甲》的时候 为了可以咬字比较准确一点 所以的而且确用力了 正式上了这个言语治疗之后 发现原来有时候咬字清晰 是不需要用到嘴的力 只要你用对的发音部分 例如舌头摆在对的位置 就不需要嘴巴抹得那么大 即是说原来我当初是用多了力 做了多余的东西 我保持着想的 还没有康复的 你有什么资料 你以为你太累了 你支持你的舌头的问题吗 是舌头摆位置的问题 但是你说是否康复呢 因为其实本身都不是有病的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病 只不过是想自己可以更加进步 所以如果一天我觉得有需要 或者自己有兴趣 我都会保持着想的 因为永远不会说有最好的 绝对进步才是最重要的 在电影里面 昨晚终于七个女孩 都出现在同一场里面 其实很多网民都会留言问我 为什么你不会去争蔣细龙呢 其实这个角色 跟我本人都很相似 可能我知道 可能我就算对男孩有意思也好 但如果他身边有这么多女孩的时候 我是不会刻意去赞 现实中 如果有个这样的男孩出现 我相信我会自己退出 我会选择退出 一来我争你 我会觉得属于我的时候 其实是不用争的 你争回来分分钟 其实都是 你都不是 他的心里不在你 因为 你到底有没有遇过 你有没有遇过 真的很幸运没有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 是给我的安全感 起码可能大家每天的沟通 我知道他每天的行程做些什么 没至于查 但起码大家知道每天在做些什么 有交代 不会突然消失了 几个小时都不见人 那些 你有没有试过查男人的手机吗 我不会 我觉得这件事很 很抵线 大家不会查 对 我觉得最基本 大家一起是信任 所以我不会选择去查电话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在查之后 真的找到些东西了 你怎么去处理 你假装不知道又不是 但你又忍不住 所以我选择不查 宁愿骗我一切 是吗 是 骗我一切 是 因为很难再在一起 如果发现任何东西的时候 但会很辛苦 因为明知可能他真的有事 有事 最重要是信任 是 这是最基本的 我觉得 今天的新闻在这里结束 多谢收看 再会